海贼王1018化,马尔科悬场高达13亿,海军大将等同三灾级别的门槛 海贼王最新的生命卡资料更新了,公布了皇父以及革命军等人的悬赏金额,这是续四皇悬赏后最厉害的人物了 之前的四皇悬赏基本都超越30亿,也足以看出四皇在海贼世界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但是网友们看完这一份悬赏金额后,纷纷表示,这不是忽悠人 革命军队长们的悬赏金额为什么会这么低 仅仅只有4亿的悬赏额赌,这对于革命军来说有点大打折扣了 而身为最强皇父的马尔科悬赏也公布,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 015马尔科悬赏高达13亿 根据资料显示,马尔科的悬赏金额为13亿7400万 马尔科为目前除了皇以外的最高赏金的人了 之前的卡尔也仅仅只有10亿,还不远不如马尔科呢 这也说明了,白团出来的人才是最强皇父 当然,目前凯多这边的三灾还没正式公布 不过网友表示,伤心还要看威胁程度 凯多团明显是四皇中最烧杀抢掠的 这点上肯定有加成 大妈团只要上贡品就保护安全 而且卡尔实际上也不算大恶烂杀真人 所以凯多这边的三灾 悬赏额度可能会比马尔科要高一些 那么现在我有点期待马尔科的表现了 在和之国,他主动帮助草帽团,完成任务 其实这也是马尔科最后的出场机会了 后续的他可能就没机会了 所以马尔科必然会全力以赴 他究竟能不能跟三灾打成平手 或者是牺牲在这里呢 还真的不好说 不过我想,这一场和之国战争结束后 他应该会帮助这里的村民 恢复原本的样貌 02海军大将等同三灾级别的门槛 当然,马尔科是皇父级别的人了 不过三灾也不弱 按照正常的套路来说 三灾应该是稍微略强 因为后者还有上升的空间 其实换句话来说 三灾的实力等同于海军大将 曾苦绿牛对阵萨伯和三位军长 他们加起来的总赏金不过是16亿 平均每个大将打10亿的海贼 还被打破了头 三伯是吃烧烧果实之前的赏金 而且三伯年轻没出到几年 他的实力和悬赏都有待提升的 不过四军长赏金确实拉快了 海军大将都打不赢革命军 就更加不用说三灾了 他们基本上是一个级别层次的人 所以在顶上战争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大将跟四皇战斗 他们只有被虐的份 要不然就是耍阴谋 不敢正面干四皇 因为实力等级确实不够 只能耍耍花招了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 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